大家好,我是驾驶培训施超音 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冬季 预有冰雪交加的气候 这个时候我们上车之前 首先要清除车上的积雪 最难搞的还是雨霜气会被冻结在风挡玻璃上 这一期我们就介绍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北方严寒的冬季 预有冰雪交加的气候 冰雪会将雨霜气刮水被骗 冻结在风挡玻璃上 这个时候不要伤拉硬转 不要强行开启雨霜气 以防止烧坏雨霜气电机保险 那么最好的办法 还是启动发动机 开启暖风机 将风挡玻璃吹热 逐渐融化冰雪 启动发动机之前 首先确认变速感位于停车档 确认手刹车拉紧 确认踩下刹车 启动发动机 启动发动机之后 将空调温度调节设置为最热 将空调风向旋钮 调整至快速吹霜 快速吹霜 将驾驶室通风孔设置为内循环 后风挡玻璃的冰雪 可以通过后窗加热来消除冰雪 后窗加热开关在这里 在温度没有上升之前 将风量调整至微风 温度上升之后 将空调风量旋钮 调整至最强风 快速吹霜 这个时候所有风量都集中在前风挡玻璃吹霜这个位置 通过快速吹霜 将风挡玻璃上的冰雪融化 融化的水逐渐将雨刷器刮水被片溶解 那么其实我们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用温水来浇灌这个雨刷器的刮水被 同样是用这样一个原理 提前将水溶解到这个刮水被片 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溶解这个刮水被片 没有热水只能等到这个玻璃的冰雪融化之后 溶解这个刮水被片 这需要周期比较长 至少要5分钟以上 那么如果是用温水溶解 就可以缩短这个周期 很多人说千万不能用这个热水去浇冻结的玻璃 防止玻璃炸裂 那么其实我们不是用开水来浇玻璃 我们是用温水浇这个雨刷器的刮水被片 只是用温水 温水实际上浇上这个刮水被啊 它是通过刮水被流到这个玻璃上 这个时候温度已经降低了 不是很热的水去浇在这个刮水被片上 那么你看我们很简单很容易就将刮水被片提起来 这个时候提起来几号滋上 回到车内发动车吹暖风 将这个风暖玻璃的玻璃上的这个冰雪融化 融化了之后再把刮水被片放下 这是一个快速解决冻结刮水被片的方法 好这一期我们介绍了如何快速解决雨刷器刮水被片冻结的问题 这里是超英交开车 我是驾驶培训师超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